当你面对一块崭新没有人做过的市场时 你会驻足不前还是大胆迈进 加装一个叶片可变化角度的涡轮 就能让引擎的进气效率大幅提高 这种的崭新技术不是来自于什么国外的大厂商 而是一家年轻的台湾公司 在2016的台北国际汽车零配建展当中 他们拿下创新大奖的殊荣 也趁机打开了一块全新的市场 汽车的进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零组件 所有改装汽车的人一定都会改到进气或是排气 在汽车的制造商他们也花了很多时间 花了很多精力在做这一块的研究 他们做的是可变进气气管这一块 并没有做可变的窝油 那我们就朝全世界没有的这条路来思考我们的产品 让叶片可随着进气量进行角度的变化 随之通过的气流成为窝旋 进而强化引擎的油气混合 自然提升了引擎的扭力和马力表现 这样的原理说起来轻松 但中间的学问可也不少 叶片角度的设计或是中间成轴的润滑 都是团队花费数年的心血结晶 要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 过去的挑战可说是历历在目 为什么我们明明右旋进去 可是有些车它会变得很没力 完全开不动 后来我们再做了一款不同方向的 它的效果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才发现说 引擎本身它也有窝流 它方向跟引擎的窝流 方向不同的时候 它的效果是大打折扣 一步一脚印的解决过程中的种种难题 产品问世之后 也参考了车友们的回馈以及意见 将产品做更进一步的改善与修正 另外也根据市面上的不同车款 提供了不同尺寸的选择 让每位车主都能享受到产品带来的好处 根据市场的需要快速做出反应 这样的应变能力 可也是他们年轻团队的优势 不管是在叶片的角度 在叶片同步走的模号 或是说进去的阻力的改善 怎么让用户不会去破坏我们的产品 这方面我们都用了很大的心思 去把这个产品尽量做到完美 目前的他们将目标客群锁定在老车 以及对于车子性能有所追求的族群 借由经销商以及车友的协助 在改装市场之中口耳相传 逐步打开市场口碑 对这老车的客群 我们可以让它的引擎效率提升 让它车子的马力扭力提升 车子并有力又省油 所以这些车主会对它的老车有感情 所以他愿意花这个钱 去把它的车子做一些提升 使用购买这个产品的客户 那在使用过后 回馈给我们的讯息是 在低速的扭力的表现 还有起步油门的反应度 其实都蛮顺畅的 而且跟原本来做比较 其实是提升蛮多的 一般的档位 就以低档来讲的话 它的档位玄接还蛮顺畅的 然后这个特勃的状况也减轻很多 只要客人愿意尝试 他们就有信心给它意料之外的惊喜 接下来他们的目标 也不单单满足于改装市场 和汽车原厂的合作 将是他们下一阶段的方向 那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一个 很大的努力的目标 就是想办法把这个产品 打入到汽车的制造商 让这个产品变成 汽车零组件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的产品有它的独特性 有可以节能省碳 又可以让引擎的效能提升 所以我们如果说可以在这个产品 我们打进去汽车原厂的话 这个将是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在信仑追求的风气之下 他们的产品提供了一套实惠 且有效的性能提升方案 藉由简单的改装 让车子表现往上提升 未来和原厂 以及更多国内外经销商的合作 将是他们能否打开 世界大门的关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